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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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16节当中有直视这两个字 就是刚才小弟所念的那一个原文 这个字在其他新约圣经的出现 其实更常被翻译为猜意两个字 猜意啊 被猜出去工作的 所以这个字在其他经文我们根据他的语境 就是上下文来分析 实事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义就是 受命于上 承受使命来工作的人 受命于上 也就是以前华人所说的上乘天命 当然这个天命在我们真耶稣教会 我们认知就是我们至高的天父独一的真神 所以是受命于上承受使命的 当然差异以及执事的这一个字 在其他新约经文里面 又被翻译成帮手 比如在使徒行传十章章的第五节 比如在使徒行传十章章的第五节 提到的约翰这个人 他便是当时传道人巴拿巴和使徒保罗的帮手 所以执事啊 就是来成为教会的帮手 主耶稣的帮手 这些传道者的帮手 所以第一个字 在新约圣经里面强调的是上下从属 神跟我们之间跟两位之间 还有工作的关系 这强调的是关系 那第二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被翻译成执事的 是另外一个字叫做diakonos 这个第二个字 以及它相关的变化型其他的字 也藏在新约圣经当中 被翻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执事 这个字 当然了 它被翻译出来的华文 又包括了执事 女执事 甚至这一个原文 在其他的经文当中 还被翻译成 仆人 用人 仆役 和跑腿的 其实有跑腿的意思啊 所以今天两位 我们所敬爱的弟兄 将被案例为 我们真耶稣在位罗东教会的执事 其实我相信 他们自己都有这一个体验 案例为执事 不是被案例来做官的 也不是在案例来管人的 而是被案例来成为用人 成为仆役 成为跑腿的 为谁跑腿呢 当然是为主耶稣而跑腿 当然是为这基督的身体 就是神的教会来跑腿 所以啊 过去 我们发觉 在我们真教会里面 大多数要被案例为长职的同龄 他们的心情都相当的沉重 甚至有一位被案例直视的 他在他的感言里面讲到 说对他来讲 要被案例为直视 好像要背上一个莫大的十字架 好像即将要上刑场 被枪毙一样 我想真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神的旨意 只问他们两位 以及他们家人的意愿 很多人甚至还不愿意 亲自来承担这样的压力 跟职责 可是这不是我们选的 这是神根据他所爱的教会 所拣选出来 是受过试炼 即将成为教会的帮手与仆役的 所以比起前那个字来讲 这个字原来上下的意义 比较不着重在关系 反而是着重在他工作的性质与功用 所以执事就是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的教会 当然圣经当中的执事 不只是提到基督的执事 教会的执事 我们在新约圣经还有发觉 那种属人的执事 甚至是不自觉自己是属神的 也就是他也没有相信天上独一真神 却被神使用的这一些人 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执事 甚至还有直接提到 有魔鬼的执事 为魔鬼来跑腿的服侍魔鬼的 甚至他自己一点都不自觉 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 更多而且绝大多数 就是提到所谓神的执事 基督的执事 教会的执事 所以希望接下来我们的建林弟兄 还有我们的恩荣弟兄 也要特别记住圣经里面 所托付我们的神圣责任 所以这三种称谓啊 无论是神的执事 基督的执事 教会的执事 这都指的是相通的执分 简而言之 如果我们把刚才所提到 经文里面的这两个字 做一个重点论述 什么是神教会中的执事呢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三章的第七节 新约圣经以福所书三章第七节 表面上看起来是教会推荐的 是教会通过的 教会里面有神 有耶稣基督的灵 所以是神拣选的 所以我们必须敬重这个执分 不只是当事者 一个真正相信神 尊敬神 尊主为大的神 我们都一样敬重这个执分 我们再来看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 刚才的十六节 刚才看过了 所以执事呢 简单来讲 就是那被神厌重 受神拆派 成为教会的用人 来服事神 服事人 以忠心回应神的神仆 执事就是神仆 是教会的用人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误用 谈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 另外两段经文 我们很容易发生误解的 也因此有这种误解 可能无意当中 自己或其他的同灵 会去限缩 关于执事这个执分 神圣使命的 可能产生误解的是什么经文呢 我们一起来看 请先看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新约一百九十六页 第八节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 来到该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阿们 好了 这是我们很容易误用的一个经节 怎么说呢 在这个华文翻的经节里面 我们看到执事两个字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看看你手中 我们这件书家会应该 大部分用的是中文和合本 一百多年前翻译的 有没有注意到执事旁边 这两个字有点点点点点 有没有发现 好了注意啊 你在读圣经里面只要华文经文 当中旁边有点点点点点的 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字 是后来的人根据他自己推论所加进去的 所以这一节原来的原文里面 他不是在讲执事 他在讲什么呢 他只是说他是那七个里的一个 那七个里的一个 我们请看前面使徒行传六章的二节到三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二节到三节 好 第二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饭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阿们 这两节节目我们相当的熟 所以这七个被选出来 是要做什么呢 好像是要管理饭食的 好像要管理教会里面的秩序的 小弟说 这是对执事的误解 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怎么说呢 我们继续来思考 刚才我们所读到 使徒行传六章的二节跟三节 所选出的那七个同龄 这里有提到选出的条件 我们看到他们选出的条件 其实并非专门指的执事而言 在后来其他的金卷 才有提到一个执事 应该有的属灵条件是什么 可是在使徒行传六章 二节三节这里 这讲的这几个条件 不是专门指的执事 这个执分 其实指的是什么 更应该指的是一般在教会里面 胜功参与者的当然条件 胜功参与者 如果我们再讲明白一点 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件书教会 教会的负责人的临选 大概就是依照这几个条件 所立出来的 所以其实六章二节三节 讲的是胜功参与者 甚至是负责人们的条件 不是专门指的执事 所以那七个同龄 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千年前的七个同龄 一开始确实是被使徒们 也是被当时的这些传道者们 所选出来 作为他们帮手的 来管理教会的行政 来管理教会的这些 事宜秩序 以及关于范食的事 而不是一开始就选出来当执事的 当然 当然显而易见的 可能这七位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 试验与历练之后 足以证明他们都适宜 被赋予更神圣的使命和职份 所以我们只能说 相当可能 还不能马上确定 因为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七位都被安立执事了 没有啊 所以我们只能说 相当可能这七位 后来也成为教会的执事了 所以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节 跟使徒行传六章的这两节 其实是最容易被拿来误解的 所以我们绝对 绝对不要拿执事的职份来开玩笑 执事不是来管饭食的 执事也不是只来管杂事的 这个根本是违背圣经的说法 对可以管 可以去参与 可以来服事 但是绝对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要特别声明的 所以在提摩泰前书三章 我相信两位即将被安立为执事的弟兄 以及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都看过了 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身为一个教会的执事 应该有的灵性 言行 家庭生活 以及教会服事的经历 相信这些内容 在我们教会信徒会议通过的当下 应该都已经提及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因为这样子 所以执事 当然是教会传道者们的好帮手 是神的好帮手 是神教会的好用人 本来就应该关心教会所有的事情 但却不是只能 或者是管饭时的 我们也绝对不能有这种观念 也绝对不能开这种玩笑 开这种玩笑会得罪神的 因为这是逻辑错误 也是解经错误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特别跟两位即将安立执事的弟兄 以及家人 跟在座的同龄分享 执事的神圣职责 其实就所有的经文归纳起来 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身为教会的执事有三大任务 我们很愿意跟两位即将安立执事的同工来勉励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执事的任务就是要为我们的神 基督耶稣来做见证 那这特别指的是宣道跟宣传福音 我们请来看 新歌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3节跟25节 歌罗西书一章23节跟25节 新歌圣经284页 23节 所以这就是教会执事的第一大神圣的使命啊 这就是教会执事的第一大神圣的使命啊 道理传的全备 神的道理传的全备 所以我们应该为两位即将按立执事的同工来代导 为他们的家人来代导 因为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是要做目道者的关怀 甚至要常常做个人以及急重的步道 其实这接下来在我们总会的规划里面 接下来几年可能慢慢就会成型啦 我们会从目前六百多位现职的长老跟执事当中 可能会选出一百多位来 比较有恩赐的 以后在灵恩步道会或各处的步道会啊 就不只是专职传道来负责步道会啦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很客气 这个就是传道应该做的 传道应该做的 可是看圣经经文啊 这难道不也是执事应该做的吗 更是长老应该做的啊 要把神的福音传的全背 有时候一客气就说 哎呀 还是传道比较会讲 难道我们连二十分钟的见证都做不出来吗 我们信了几十年 连二十分钟的道理都讲不出来吗 所以身为执事要有这个体认 甚至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做好准备 要为福音做见证 步道工作 个人步道 集中步道 这是执事的第一个神圣的使命 圣经告诉我们身为教会执事的第二大神圣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 二百三十一页左边上面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执事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 你们相信 阿们 所以做执事啊 不是教会的仇庸职位 有些人误解啦 因为他服侍神很久啦 当他教会服侍人这么久啦 这么尽心尽力 应该让他当执事 执分是拿来仇庸的吗 一旦按一执事 就是服侍到断祭为止 这是小弟对圣经的观念 神的检权 服侍到神把我们灵魂结回去为止 不是拿来仇庸的 不是拿来感谢的 不是一个荣誉彪章啊 如果按了执事之后 就打算要退休啦 那不如不要按执事 执事 这个职位小弟讲过 对两位跟两位的家庭来讲 非常的沉重 小弟知道 主也知道 可是主特别爱你们 主特别看重你们 主特别爱罗东教会 所以今天再赐给我们两位 新的执事 为了是什么呢 看到了 要引导所有的人来相信 所以做执事 不是来追求另外一种成就 做执事 也不是要来完成 某一间教会的重大工程而已 那要引导人相信要怎么做 当然就我们的智慧所了解的 第一个 一个执事要有言教的部分 在言语上要善于教导 这个引人相信 如果我们不包括 像刚才所说的 像未信者来传讲的部分 那么几乎可以包含在下列 小弟所提的三项里面 第一个 做执事的要讲道 我们来看铁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二节 铁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二节 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 做神执事的提摩泰前去 兼顾你们 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 劝慰你们 阿们 这里说属神的执事 要能在同龄所信的道上 进行劝慰 我们看到了 而且不只劝慰 目标是为了进一步来 兼顾同龄的信仰 所以又如史读彼得所说的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 请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 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兼顾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所以神的工人 常常将他从神所领受的 来提醒自己所爱的弟兄姐妹 来提醒神安法到他面前的每一位 包括我们的同龄 这个是一个教会指示应当要做的 要劝慰 要兼顾 要提醒 第二个我们发觉 就是借着教会的宗教教育 所以身为教会的指示 也要更关心教会的宗教教育 当然这个宗教教育 在我们神的教会里面指的是全人的宗教教育 由老到幼 都需要照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各阶段安排的机会 教会的指示 要加以妥善的引导与造就 第三个 当然 教会的指示 也要多做关怀跟访问 我们知道两位即将安排指示的弟兄都很年轻 以前小弟也曾经提名 而且通过了两个相当年轻教会的指示 他们目前已经服侍组十几年了 在指示这个职份上 当初安排的时候 他们十分的忐忑不安 甚至不敢接受 原因无他 因为他们都很年轻 在社会上有工作 孩子还小 有家庭 所以他们负担比我们其他的共同更重 他们怕自己将来孩子长大 没有办法完全照着道理 他们怕现在过度繁忙 没有办法来完成神的托付 常常关怀 常常访问 我小弟跟他们说 好吧 那就交给信徒会议来表决吧 所有的同龄弟兄姐妹都知道你们的状况 神也知道 如果神借着教会通过他的拣选 你们就顺服神 因为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现在我们的家庭 孩子 有一天会慢慢长大 我们的工作或许很盲目 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来参与教会的圣工 但是有一天 你的工作会改变 有一天你会退休 可是神尖全你这个执事 执事的职份 却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多祷告 照着现在我们所能行的 来做就好了 就如经文里面所说的 是照着我们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是照着我们所有的 不是照着我们没有的 所以我们都会有压力 小弟当传道也很有压力 因为有压力 所以才每天要祷告交托主 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可是这个压力必然是神知道 我们能够承受的 照着我们现在能做的来做 照着神的托付以及圣经的指导来做 这样就行了 那除了言教之外 当然要有身教 这是一个教会执事的职份 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3章的13节 提摩太前书3章13节 因为善做执事的 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 大有胆量 从这一节经文的前后文 我们可以深刻的领受 教会的指示绝对不能只做舌头上的老师 我们更是圣洁生命的先行者 是真理与生活结合的模范以及实践者 有基督作为我们新香之器 足以被主内其他的同龄所效法 也被教外其他的朋友跟亲友们 所肯定跟尊敬才对 这个应该是我们教会每一个圣职人员 包括两位即将按立指示 我们共同的目标一起来追求的 要有颜教更要有圣教 更要有圣教 那么第三个 教会指示第三大神圣指命是什么呢 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节跟二节 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跟二节 第一节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阿们 所以这里提到 教会的指示第三大神圣的使命 是要成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 请看提摩泰前书三章九节 也是讲同样一件事 提摩泰前书的第三章第九节 要存清洁的良心 固守真道的奥秘 所以教会指示的第三大神圣使命 跟新约圣经所提的奥秘 有相当绝对的关系 那这奥秘 我们简单来说指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新约中 所有相关奥秘的经文 毫无遗漏的意义分析跟归纳 我们就可以得出 神的奥秘在新约已经解明了 神的奥秘有四个阶段 包括万事前的预定 旧约时期的隐藏 新约时期的显明 以及在寫书里面 第七号发生之后的成全 这个奥秘又分为十大内容 简而言之 我们不用在这边查考 简而言之小弟告诉各位 这个神的奥秘就可以简化成 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所说的 十大信条五大教义 都跟我们得救是绝对相关的 跟耶稣基督是绝对相关的 跟教会是绝对相关的 又可以理解成另外四个字 叫做共信共事之道 所以这个就是神奥秘士的管家 固守真道的奥秘 既然是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 刚才我们读过的 就是要有忠心 因此身为耶稣基督 神的执事 真耶稣教会的执事 对于本会共信共事之道 也就是得救要道 一定要忠心到底 忠心什么 不是忠心于某个人 而是忠心于神的话 忠心于神的托付 忠心于神的旨意与安排 我期免你们二位跟我 成为好同工 用我们的生命 来宣扬跟捍卫神的真理跟真道 我想这是主耶稣 将这一份职份赐给二位 也赐给我们罗东教会的目的 以上真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